福建建宁院凭借开办生态牧场和红色旅游 发展乡村经济提高村民收入 建宁院里深圳这间生态牧场里面 工作人员正是忙碌 一只只奶牛排队 骑上自动化折奶生产线 牧场置养了超过4000只奶牛 每日平均产奶27吨 33岁的姜斌在外地打工多年 半年前返香洞牧场工作 外面工作都是一个人外面打拼 也很苦很累 在家的话又能照顾老人小孩都不一样的 因为老人小孩在身边 都是工作心情都更舒服 星虾时期被称为中国建年之乡的建宁院 迎来想何归 一眼望去池塘里面的荷花棧房 绿色的荷叶和粉色的花朵 和后面一栋栋白色的楼房互相飞影 令人赏心悦梦 当地自2010年起 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发展乡村悠闲旅游 建成一系列的旅游娱乐体验红梦 包括被游客参观上世纪30年代 毛泽东在航军根据地的活动历史 他说这条村上世纪80年代 是圆里面的贫穷村 一年人均收入约500元人民币 现在提升到近2万元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马森仪报道